大家好,我是卷 今天这一视频我们来聊聊中国航天之父 中国导弹之父 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 中国火箭之王 钱学森先生的故事 钱老的一生历经了20世纪最惊心动魄的技术革命和政治冲突 这其中有着秦王朝最后的垂死挣扎 有着南加州干枯河谷中进行的美国秘密导弹实验 有着中美日内瓦会谈的大国博弈 有着中国两弹一型的成功研发 英雄不该因为时间的流逝而被人轻视 遗忘甚至诋毁 so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正式开始吧 1935年8月的一个傍晚 钱学森与一群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留学生 在上海登上了杰克逊总统号邮轮 骑程前往美国 在所有的入选者中 钱学森是唯一一位攻读航空学的学生 他将前往麻省理工学院 开始为期三年的学习 不过他一到这里就感受到了与整体氛围的格格不入 在当时 麻省理工学院已培养具有实际动手能力 一毕业就能投入生产的航空工程师韦奥 例如 指挥了轰炸东京的詹姆斯·杜利特尔 麦克唐纳飞机制造公司的创始人 詹姆斯·史密斯·麦克唐纳 都是各种的代表 钱学森的学习成绩保持着一贯的优异出众 据当时的毕业生韦伯斯德·罗布茨回忆 那时的教授甚至会把钱学森工程的考卷贴在门上 以此来劝退那些抗议考试太难的学生 但一旦到了实际动手操作环节 钱学森就全然无助了 好在这时的他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贵人 曾担任过庚子陪管奖学金项目清华大学学校顾问的 西奥多·冯卡门 在冯卡门的回忆录中这样描述二人第一次见面 1936年的一天 钱学森来拜访我 我看到一个个头不高 表情严肃的年轻人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精准异常 他敏锐深邃的思路 立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我立即建议他来我这里 进一步深造 Cian was very hardworking and meticulous If he said he was going to work on something He went home and he worked on it for 8 hours or 10 hours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would have it done before Von卡门 had forgotten what he'd asked Cian to do 在没有计算机 只有纸 笔 计算尺的年代 这是一项枯燥到极致 让人望而生微的工作 不过很快 钱学森就找到了一个 他非常感兴趣的工作之外的消遣 遭火箭 据火箭小组的成员史密斯回忆 那时他和另一位创始人弗兰克·马里纳 经常会聚在屋里 讨论火箭的实验结果 与他同屋的钱学森在这时 就会放下手里的工作 专注地在一旁倾听 并时不时地提出自己的问题 这让他非常的惊讶 因为在他的印象里 钱学森一直都很傲慢 对谁都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模样 同学们甚至给他起了一个 天子的外号 但在了解后他们才发现 钱学森只是单纯不喜欢 和比自己蠢的人打交道 他们三位 再加上负责机械制造的福尔曼 以及自学成才的化学家帕森斯 五个年轻人开始利用 周末晚上的业余时间 一边进行各类火箭相关的数学计算 一边用垃圾堆 和二手商店逃来的金属部件 一点点的拼装 火箭健身 再拉到学院几英里外的 阿洛约赛科河谷里进行实验 他们的项目得到了导师冯哈曼的支持 可以从宿舍搬到了加州理工的 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里进行 但没过多久 就因为搞出了各种爆炸 以及严重的腐蚀性气体泄露 被永久性地轰了出去 这也为他们在校园里赢得了一个自杀小组的称号 美国军方看中了他们的研究在军事上的潜力 过了一万美元的资金 交给了他们一个用火箭辅助重型轰炸机起飞的项目 小组成员对于这笔经费 其实内心非常的复杂 他们的梦想是探索外太空 结果却变成了研制杀人工具 不过这显然不是钱学森该考虑的问题 因为钱学森外国人的身份 他已经被踢出了这个项目 眼下他的祖国正在经受着日本一轮轮的空袭和轰炸 重庆政府中央研究院适时地向他发出了召唤 钱学森深知自己作为一个羹子赔款奖学金获得者的责任 但也为无法再在科研一线进行探索而痛苦不已 关键时刻依旧是导师冯卡门帮助了他 他致信重庆政府 说明了让钱学森继续留在美国进行科研探索对于中国的好处 并着手帮他联系移民局 延长在美的工作签证 1941年12月7日 日本发动了珍珠港突袭 次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表了著名的国耻演讲 随机向日本宣战 日本算是间接帮了钱学森一把 美国政府再也无法容忍浪费这位中国科学家的智慧 美国陆军元帅办公室安全事务负责人巴特尔商校 签署通过了钱学森 参与美国最高军事机密项目的保密许可 当时二战局是日趋紧张 英国情报部门发挥的照片显示 德国人正在大规模的建造火箭和导弹 冯卡门向美国军方提议 成立一个新的研究实验室进行导弹研究 这正是NASA下属大名鼎鼎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由来 电影《火星居然》中说的 差点烧了宿舍的五个学生中就有钱学森 1944年10月 冯卡门应五角大楼的邀请 正式成为了美国陆军航空部顾问 得力干将钱学森也被他一道带到了华盛顿 钱学森摇身一变 成了美国的空军上校 被授予了一枚精致徽章 可以参与美国最高的国防机密 不过很快钱学森就收获了另一项艰巨的任务 前往欧洲审讯俘虏的德国火箭专家 其中包括冯卡门的老师 现代流体力学之父普朗特 后来成为了美国登月计划总指挥的沃纳 冯·布劳恩 以及完成了威尔火箭前期设计的 路道夫·赫尔曼 钱学森给赫尔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记得其中有一位钱学森博士 他是冯卡门的贴身助手 之所以记得 是因为我们的风冻实验中 所使用的正是他的理论 从德国回来后 钱学森将他的二战期间的技术贡献 转化为了三本主要出版物 专注《喷气推进》 开创新领域系列报告 以及关于超空气动力学论文 尤其是开创新领域 作为美国空军未来的发展规划 提出了包括超音速导弹 核动力飞行器等诸多设想 美国军方为了表彰 钱学森在动力和核能领域的无价贡献 1945年12月 美国陆军航空部长亨利亚诺德 亲自为钱学森颁发了一张官方假奖令 母校麻省理工决定向他发出邀请 许诺了钱学森终身教职 要知道 大多数的美国教授 需要20年以上的教学 咨询和管理工作 才能获得永久教职 而此时的钱学森只有36岁 这也让钱学森成为了麻省理工学院 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 摆在钱学森面前的是一片光明的未来 他已经在理论空气动力学领域 确立了主要发言人的地位 不出意外的话 在未来 一定会在人类首次进入太空和登月的计划中 留下自己的名字 不过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 1950年6月6日 一切戛然而止 两名FBI探员 推开了钱学森办公室的大门 他们要问的问题很简单 钱先生 你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 FBI宣称钱学森出到加州理工那段时期的好友中 好几位都是美国的共产党员 钱学森的名字也曾出现在一份1938年的党员名单上 钱学森否认了所有的指控 并且拒绝出庭指证自己的老朋友 美国政府随机收回了他所有的保密权限 再一次将他排除在了火箭项目之外 这一举动深深伤害了钱学森的情感 以至于两周后 钱学森发表了一个令人震惊的说明 他将从加州理工辞职 返回中国 钱学森飞往了华盛顿 向当时的海军副部长金布尔寻求帮助 倾诉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 并且表达了回国的决心 不过很显然 他把这个事想的太过于简单了 当年的自杀小组成员曾一起成立过公司 钱学森是公司的技术顾问 而金布尔是当时的管理人员 他比谁都清楚钱学森的价值 著名的那句钱学森至少值五个师 枪毙也不能放他出镜 正是出自这被老兄之口 钱学森前脚刚出屋 他就立马联系司法部签署 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法令 秘密扣押了钱学森托运的行李 在被关押期间 钱学森受到了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 他不能和任何人说话 每天晚上每隔15分钟守卫就开一次电灯 让他无法入睡 不过可笑的是 就在联邦调查局 努力的寻找证据 以其扣留钱学森的时候 美国的移民局却决定 根据1950年出台的 颠覆活动管制法 要将钱学森驱逐出境 此时美国政治麦卡锡主义时期 英国顶尖科学家克劳斯·福克斯 在当时被爆出其实是苏联特供 将美国的原子弹技术秘密泄露给了苏联 使得美国上下朝野震动 开始在科学界大肆搜捕共产党人 被同事保释出来的钱学森 不得不一边要在驱逐他的听证会上 证明自己的清白 获得留下来的资格 一边还得接受着联邦调查局的贴身看管 防止他潜逃出国 心灰意冷的他 用一张从香烟盒上撕下的硬纸板 向祖国发出了求救 疏通泰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 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 一直被美政府拘留 今四五年 无一日 一时一刻 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 现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 而美方又说谎 所谓的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 我们不免交集 国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 信中说的中美交换拘留人员 正是指的当时正在日内瓦进行的 中美大事级会谈 这封信经由周总理之手 最后上了谈判桌 成了美国撒谎的铁证 虽然美国官方坚决否认 但其实中国是用11名美军飞行员 将钱学森换了回来 1955年9月17日 钱学森和他的家人登上了 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 启程返回中国 临行前 钱学森对着美国报纸的记者这样说道 我不打算回来 我没有理由再回来 我已经考虑过很长时间 我准备尽我最大的努力 帮助中国人民建设一个 令他们活得快乐 而有尊严的国家 回国后的钱学森 享受了英雄一般的欢迎 他被安排到祖国各地进行科研考察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 副总参谋长的陈庚大将 听说钱学森要去参观哈军宫 亲自从北京赶来会面 陈庚大将就跟我谈谈 他说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 中国人就 怎么不行啊 所以就 回答很干脆 我说外国人能搞的 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这次的会谈 也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火箭军的起点 钱学森的价值远不止在于 设计出了某一款导弹 或者某一款人造卫星 而是主持完成了中国未来十几年 发展原子能 导弹 计算机科学 自动化技术的整体规划 作为研究所成立之初 唯一一位火箭专家 他通过教授了一群大专生 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 比他年轻整整一代的 中国火箭骨干人才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总体设计师孙嘉栋先生 把卫星送上天的 长征一号运载 火箭总设计师任新民先生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 总设计师王永志先生 都是钱老一手培养提拔的 提到钱老说的比较多的 就是他主持完成了 中国第一枚导弹1059 中国自主研制了 第一第二枚导弹 东风一号 东风二号的研发工作 以及原子弹和导弹的 两弹结合实验工作 但是其实 像八年四弹计划 像中国最岛的人造卫星 导弹跟踪 和控制摇杆系统等等 都是在钱老的倡导 和参与下完成的 靠着钱学森一个人 是造不出来这么多东西的 他更大的作用来自于顶层设计 在于丛林 被国家创建了一整套的系统 拉出了一整支的部队 你要知道当时的他面临的 可不仅仅是工业 和科学资源的极度匮乏 还有那个时代最为激烈的政治动荡 在这样的环境中 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 除了伟大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其他词来形容 我在天选之人第一期的时候 和大家聊过SpaceX的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的故事 而在2012年的12月11日 钱学森诞辰辰101周年这一天 大洋彼岸的美国SpaceX公司 也曾专门发了一条推特 纪念钱学森 来感谢他对NASA 以及喷气动力推荐实验室的 巨大贡献 我做天选之人这个系列的初衷 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的生活 带来一点我们现在缺乏的 英雄主义 不要误会 我说的英雄主义 可不是要你去为世界 做多么多么伟大的牺牲 而是像罗曼·罗兰说的一样 这些人在知晓了世界的残酷 遭受了社会的苦难后 他们依然能够用心地说 我热爱这个世界 我愿竭尽所能地 去过好我的生活 这期视频内容就这么多 这期的文案整理自 《残思前学森传》 以及叶永烈所著的 《前学森传》两本书 同样的一个故事在中美作者两种视角下写出来 对照着看还蛮有意思的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前老的故事 欢迎你自己把它找来读了 我是举人了 还是那句话 我会每日在这里持续你分享我的这个世界的所知 所以想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喜欢我欢迎点击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